你等他那 我说来吧 我赚钱了 你一来就是坑 二小时都是这样干的 对不对 说你来吧 我赚钱 其实他没赚钱 你来了之后他走了 他叫解摊了 对不对 难道你永远要跟人接谈吗 所以说傻逼接谈 对不对 真正牛逼的什么呢 是开盘 不断不断的来开拓 对不对 不断不断的来进取 不断不断的通过自己与别人的结合 然后共创 这叫共创 共创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之后的话 再进行分享 这叫分享经济 而有些人就坐在那 好吗 你傻逼你干吧 谁傻呀 我干好了 我还搭理你吗 打个比方 当你这个月能够赚 一万块钱的时候 通过一件事情 你还会有个那些傻逼们在一起吗 不会吧 最简单的道理吗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 当一个人不能够明确的拒绝 也不能够明确的接受的人 这个人的思维什么事 先看一看 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 这个思维 是一种非常非常脑残的一种行为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他为什么不能明确的拒绝呢 他为什么不能明确的拒绝呢 因为他什么呢 不自信 因为他什么呢 他对自己不自信 但是我为什么不明确的拒绝呢 我为什么不明确的拒绝呢